哈囉大家好我是TFL 安好久不見了各位 來我們來看一下團隊副本的第五章節到底有多過分吧 好啦我這次覺得也算是偏簡單啦 沒有像是前兩次那麼難 但是沒有像上一次那麼那麼的簡單 但是我覺得還算是可以 沒有像愛爾登一樣這麼這麼的過分 他的容錯率我覺得還算偏高 只不過有一個地方要住而已 就是最後最後的狂暴獅子跟魔術獅這個比較麻煩 轉王的話還好或許他還可以幫你一下 那魔術獅跟獅子這個就要做好萬全的準備再來了 好啦這邊先講一下好了 不然的話等下速度太快了 我這邊就直接飆著飆著就過去了 如果最後我們遇到狂暴獅子的話 我們每一個骰子就一格一格叫就好了 大家都知道狂暴獅子一出來那個吼下去 基本上你就當作是全藏吼 而且降星不是降一星是降兩星到三星 然後死掉又再降一次 那這樣被吼下去之後 假設我場上沒有那麼多高星的話 場上會有很多空格對不對 這個時候如果一星級下去可能會不然全部招滿 那不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你一招滿之後好不容易打死他了 因為我現在場上是原子核彈跟地獄嘛對不對 基本上都是專門在打發傷的 那這個時候我這邊招滿 然後核個原子核彈下去之後 那個獅王可能就爆掉了 可是又會再給你吼一發 那不要忘了這邊我們還要打十隻王 如果連續出現個兩三隻獅子 你場上滿版在空版滿版在空版 那個錢會飆得非常非常的快 尤其是就算你今天到未來 你今天很多錢還是會被清光 就這個地方要怎麼解呢 就是慢慢的丟就好 慢慢的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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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子而已 那今天對上魔術師呢 如果你場上有一顆原子最好 如果沒有原子的話呢 就狂丟猛丟就對了吧 反正我們有核彈嘛對不對 有核彈就瘋狂丟 雖然說他會補血補很多 也會補超過他的血量 但是沒關係 你就是也是慢慢招慢慢丟慢慢招慢慢丟 當然你要注意場上有沒有獅子 如果今天場上沒有獅子 你就直接一口去全部招滿 狂直接全部灌下去就對了 當然啦以丟核彈為主啦 因為你那時候如果他的魔術是滿血的話呢 你今天丟地震是完完全全沒有傷害的 會是浪費的 當然這個時候就是 一點點的稍微注意一下就好 如果你場上沒有的話 你還是只能核地震嘛對不對 好了 那我們就來給他看一下這個整個局面吧 基本上啊 前面沒有什麼問題啊 如果你要再做更穩 更穩當的話呢 就是 稍微注意一下獅子 然後呢 不要太過於的去花錢 那打小兵的話呢 盡量去用地震 不要用核彈 把小兵的怪物給他壓到前面 那原子呢 盡量在前面都有 那到後面的話 基本上你的錢呢 就會用不完了 那今天用不完的情況下 那就沒什麼好怕了 只要注意最後的狂暴失亡就好了 那這邊要注意一下啦 就是核彈這邊也要給他開特性 其實我這邊我不太能講 因為我也是聽觀眾講的要開特性 那我這邊也是開特性就給他過了 所以我不太懂 如果今天沒有開特性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啊 而且這邊的網還會有增加血量 血量的話 對於這個隊伍沒有什麼問題 那防護罩的話呢 那因為場上有地震的關係也還好 啊對啦 你在每一隻王出來之前呢 王準備要出來之前 你看他數到100嘛對不對 先核一顆地震下去 可能會比較 先把他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保護罩給他震掉 不然的話 可能會有一點點的危險就對了 一點點啦 一點點啦 那這個東西你弄下去的話 就可以再更省一些錢嘛對不對 不然你核彈炸到防護罩的話 其實超浪費你知道嗎 因為沒有任何的傷害 那地震的話 一開始就算我今天是合成地震也沒有傷害 但是呢 他就是會把他的防護罩給他震掉 真的是差非常非常多 當然啦 如果你前面有原子是最好 但是這邊有轉王啊 有轉王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保證說場上一定都有一個原子在最棒的位置 最棒的位置的話一定是左下角 因為剛出就會出現 如果現在原子雖然在右上 右左上角 雖然說很香沒有說 但是還是沒有左下角來的香 好啦現在來到第19回合了 一口氣四隻王啊 這個隊伍基本上 每一隻王都會放技能啦 也不用奢求說 不行我一定要忍住 那這個時候你就知道 如果有獅子出來的話 你就盡量先不要招一星的骰子嘛對不對 如果要招的話 你就趕快把他核掉 不然的話 等下被核掉的話是超級超級浪費的 好啦一樣 那我們這邊對付史萊姆的話呢 盡量還是一定要有一個原子在穴 會比較 如果沒有原子在穴的話 你只能靠著核彈 靠著核彈在打的話 呃 也不是說不行啊 就是會有點浪費 我覺得核彈你不如留著 留著等王出的那一坨王去炸會比較 CP值比較高啦 反正這些東西都是有非常高的容錯率 不是說一定要這樣子做 只不過如果你這樣子做的話 你的錢未來會更多 可以看到你看我現在有16隻 還有16隻啊 算15隻好了 我的錢已經到4萬多了 我才召喚540顆 54顆而已 那這個時候你看我的扣搭 將近有100顆 沒有100顆 可能70幾顆的扣搭在這裡 已經可以用到非常非常久了 只不過後面10回合 主要啦還是為了後面10回合 因為還是會失誤的 雖然說他的容錯率很高 真的是很高很高很高 但是我前面還是有失誤過 但是呢 我也聽到有人說 連續打4局4局都160 欸真的是 有些 欸 好算了 反正我就沒辦法了對不對 反正至少會打到160啦 正式挑戰來就是160嘛對不對 好啦 來我們這邊遇到一個史萊姆 不過史萊姆也沒有什麼差啦 光靠地震跟原池 就可以把他活生生的給他瀉死 對啦 你要講狂暴史萊姆的話 其實狂暴史萊姆應該是說 史萊姆裡面最 所有王裡面最不用擔心的 因為他就只是多一隻而已 在PVP啦 如果在PVE的話 再給我狂暴史萊姆 喔那個惡王就很可怕了 你知道嗎 好啦 現在到第95回合 剩下10隻 有了 我們的狂暴王要出來了 其實這個時候呢 我就有一點點做錯了啦 我剛剛沒注意到 因為我想說10隻這個時候 應該還不會出現狂暴王吧 結果不對 欸沒錯 是第20個BOSS開始 但場上就已經4了 明明場上我還有10隻BOSS 所以說 最後面的如果硬要碎一點的話 我常常有4隻 然後剩餘14個BOSS 等於是場上會有4隻狂暴王 會變成總共會有14隻狂暴王 會超級浪費 所以這邊可能要調整一下 如果你場上有 你快要接近10隻了 那你就剩下11隻了 先把王給倒出來 至少你場上只有11隻 比較像剛剛一樣 多了3隻BOSS 我就打13隻狂暴王 那差很多你知道嗎 那個感覺 好啦 那我們的魔術師來了 我們的原子也還在 那就慢慢的給他丟下去就好了 但這邊場上沒有獅子 我應該是可以一直丟啦 好啦 核彈還是給他下去 有啦 還是以核彈為主 看到他血量快沒了對不對 這時候我們再核個地震 魔術師就會給他下去了 哇靠 魔術師的減傷真的是蠻噁心的 就對了啦 好 那現在是來到第剩下7隻啦 不過這個時候還沒有來到獅子 還算不錯 對啦 如果你說硬要死的話 如果他這個時候給你4隻獅子 其實也還好啦 對 你就場上註定全空嘛對不對 你就在出來之前先丟一個 先丟一個地震 然後再丟一個核彈 然後4隻出來之後呢 全空我們再招閃 一顆一顆招 一顆一顆招 不要一口氣全招 雖然說他會一直衝你會覺得很可怕 但是沒關係 你知道一顆一顆招的速度絕對扣 畢竟他不會補血 他在衝的時候也不會降你也沒事 我更害怕的事情是 更害怕的事情是 怕這個遊戲未來會有狂暴之後的狂暴 對 他邊衝邊降有沒有更噁心 那轉我還可以幹嘛 邊轉邊降 算了再說 好啦 那我們這邊還剩下最後六隻王 不過一口氣來了兩隻獅子 那這邊的話我的六星核彈 這邊就要稍微準備一下了 盡量不要浪費掉 看來沒有機會把怪物給他丟出去 但是這邊來不及了 你看兩隻獅子給我全場吼成這樣子 不要忘記那邊是六星耶 六星核下去吼一次兩星 直接變成一顆二星 有夠誇張 真的 好啦 沒關係 我們的錢還夠多 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有十萬多塊 然後召喚一顆只要一千多塊 我們召喚骰子數量還非常非常的多 還可以給他召喚 場上的星數越高越香 而且還有原子星數越高越香 雖然說地震沒差 但是核彈有差啊 你知道嗎 場上有兩顆骰子都因為星數的關係有差 那就給他成長上去吧 這個時候不會給他卡骰的 有事實在不用擔心死命的拉就好 當然也要適度啦 前面啦 後面的話就死命啦 對 後面石灰了之後就隨便拉隨便拉 拉起來就對了 好啦 剩下最後的三隻 我們這邊的話 一樣一顆一顆慢慢丟就好了 我們還是省點錢 有啦 全部處理掉了 我的天啊 160分第五階段 好啦 這邊還是有一點點的小小的麻煩 但是我們的錢很多 雖然說看起來好像不知道我在幹嘛 但是因為錢多的關係 就算你不知道你在幹嘛 也沒差 只要注意失亡的時候 不要亂搞 就都沒事 OK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到這裡 我是PFYE 我們下午再見 3 2 1 拜拜 1 3 2 1 saw 2 2 1 2 3 1 2 4 2 5 2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